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澳洲生活頻道 我今天會用這部 Thermomix 來試試其他不同的用具 然後我真的很想試試一鍋煮幾菜 經驗一下是否真的那麼厲害 我今天想著一鍋煮幾菜 就是一鍋煮兩菜一飯加一湯 即是四樣東西 很厲害 是的 我現在飯煲都不用了 因為今天會用網鍋煮飯 然後用蒸鍋來蒸兩味菜 再加上它本身的煮鍋煮一個湯 那就試一下 好 首先我先做蛋 因為我會做些什麼呢 我會蒸蛋 蒸雞腿 煮飯 還有做一個合掌瓜番茄 粟米 肉碎湯 好 首先我先準備好功夫 首先準備蛋 其實這個Cookie都很好 我可以幾個食譜混合 去做我自己想做的菜式 我現在用蒸蛋的菜譜 去試一下準備蛋 它叫我準備300克的水 我現在倒了300克的水 先倒了300克的水 然後放4分1茶匙的鹽 用它的好處就是它現在幫我打蛋了 打蛋了 打三隻 如果有些朋友怕自己不夠穩陣 因為怕一打打蛋殼 最好就自己在鍋裡打完再倒下去 我這些是懶的 不是因為自己厲害 是懶的 直接倒下去 下一步 蓋上主蓋 順帶說一下 上一次我做的影片 有個網友 他很好 看見我蓋蓋的時候 大力按下去 所以他就提醒我 腎房不要弄壞 綁 不要那麼大力按它 他也說得對 因為我怕它不實 就是這兩個鼻不能夠鎖住它 但其實我發覺我現在研究了它幾次 我發覺原來是不需要那麼擔心 又要鎖住它 其實只要你放正確位置 輕輕放上去 然後你一按 它的爪子自然會抓住它 幫它鎖住了 好了 現在它已經幫我發彈了 其實它就是會有15秒時間 叫我轉去速度4 它現在已經自動鎖住了 好 接著我會把它倒進一個碟裡 並且叫我抹走多餘的泡 我現在先倒進這個蒸碟 待會就倒進去蒸 對不對 很好 算過了 沒有倒進去 好了 已經有很多泡 所以我要抹走多餘的泡 現在這裡有些蛋液 我都不需要特別清洗鍋 因為待會我也是用它來煮飯 和煮湯 所以我覺得這些蛋液都可以留下來 所以我就不用了 只要我現在把泡走就可以了 它這15秒都打得很厲害 所以我自己覺得是可以因應 你試了一次經驗之後自己調教 抹走氣泡之後 我就用一張牛油紙蓋著它 最主要是慎防待會蒸的時候 蒸氣的水滴下去 就令到它有雞皮 豆皮不是雞皮 所以就蓋著這張牛油紙 再加上蓋上這個蓋子 好了 然後我就準備下一層的東西 我蒸雞腿 所以我就把雞腿放進碟裡 我就在IGA買了一匹這些雞腿 已經醃好了 回來就不用做些什麼了 總之現在要蒸的時候 我就拿它出來 在這裡要注意 想說一說的就是 要放一些東西去蒸盤裡 蒸去蒸東西的時候 記住 你的碟千萬不要塞著那些蒸氣孔 過蒸氣孔 所以通常有些人會建議 你找一些東西隔著 例如好像我這樣用一個木筷子 隔著它 那些蒸氣都可以上來 如果蓋著它 蒸氣不能上來的話 那些東西就會蒸不熟 所以記得這一步一定要做得很好 好 雞腿已經放進蒸鍋裡 剛才做好的雞蛋 我都放進去 蒸這一組的部分就完成了 現在就洗米了 用網鍋 我們一家四口吃的飯其實很少 我們只吃一盒米 我把這一匙米倒進去 大概有160g的米 倒進去 然後直接洗米 洗完就可以放進去 洗好米 我就可以把這個放進煮鍋裡 然後還沒得住 因為我們要加水 把水加到剛剛好 是跟米的高度一樣 不用像我們以前煮飯 又要一個手指位 又要這樣涼 總之你看到水跟米齊高就可以了 再蓋上我這個煮鍋的蓋子 拿起這個涼杯 把整組蒸鍋放進去 然後很簡單按一個按鈕 它就幫我現在一個鍋煮飯 蒸雞腿和蒸蛋 我們用的時間 煮白飯 大概18-20分鐘 今天我們會有雞腿 我們煮20分鐘 在這裡就說一下 根據食譜 如果煮飯 基本上用的溫度是100度就可以 不過如果你想煮飯 兼蒸東西 因為上面再有一鍋 你的溫度必須調味 所以我這裡就會調味 然後用的速度就是3 我把握這20分鐘 準備我的湯的材料 就是核掌瓜 蕃茄 和肉碎 現在做事 留給Ellen用來做種蔥 還有1分鐘就完成了 我現在做了一些菜 20分鐘了 我們現在就把食譜拿出來 首先我很小心把這個鍋拿出來 先處理飯 記得蓋子要向外 不要向自己 然後這個鍋是很熱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用這個 好漂亮 好漂亮的 我們就用這個獨有的勾勾 把這個勾勾出來 勾緊 那些飯已經熟了 我們就不馬上吃 我們會把它 最好的就是 首先放進這個 我覺得這個伺服器真的很好 做到保溫的效果 我把它放進這裡 蓋上蓋子 幫我保持熱 還有如果飯這樣焗一焗 待會吃就更好吃 所以就放在這裡 然後繼續 去準備我的湯 還有我看看現在蒸鍋的情況 先看看 完成了 那些蛋 好了 我把它放些蔥花 先拿這個出來 好 我們看看雞 雞 現在是半熟的 還不可以 我們會 待會我煮湯的時候 再煮多它 十多分鐘 好了 煮完飯的水 大家看看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湯底 我們不要浪費了它 所以現在 我就會 加入我的材料 進去煮湯 有些什麼呢 紅蘿蔔 其實是甘筍來的 合掌瓜 先放進去 還有番茄一個 還有我放幾片薑 然後還有粟米 加上醃了的肉水 這口湯應該很清甜 先放兩條蔥 加多一點水 要四個人喝 最多千萬不要過 現在這個MAX 這個位置 MAX是2.2 我現在加到兩粒 然後蓋上蓋 加上剛才做了一半的雞腿 放上去 時間十分鐘 用Reroma 這次我可以把它反轉 因為煮湯不用攪碎 那些材料 然後我們就用這個速度是1 好了湯都準備好了 我們把它拿回來了 先看看湯 記得蓋子向外開 嘩 這個湯很濃郁 這個湯很濃郁 是嗎 這個湯很濃郁 這個湯很濃郁 可以嗎 這個湯很濃郁 雞都煮熟了 我們把湯倒出來了 完成了 有兩個菜 一個飯 一個湯 那我自己再炒多一碟菜 就是三菜 一湯一飯 現在吃飯了 在這裡 你也會好嗎 你要不要太適合 你應該會放在幾湯 去湯